这是以几何图案造成的一个款式 不规则一点的一个分类 但其实你都会看到有些lady一些 或者一些碎花的图案 整个组合都是一个 丰富 配搭丰富 它是有些几何图案 亦都有一些碎花的图案 各种的图案都是有呈现出来的 古灵精怪一点的 小小小小的古灵精怪 这是一个刺绣的造工 它是用一个比较粗的线 所以效果也有挺有立体感 也挺突出的 我现在穿的这个底色是雪白色 刺绣的线是米色 所以也会突显到这个图案的仔细度 除了图案之外 手罩后就配置了一个rovel边 因为这个款式的颜色上 都是比较lady一些 虽然说它是古灵精怪 亦都有几何图案 但它组织出来的 这个圖案是有些带花系的味道 虽然不是说正确是真的花系 它有少少 你要看到一些碎花 有一些花型的图案 它组合成的颜色 可能都会有少少 因为它是刺绣的造工 而令到那个线条感 偏向lady一些的氛围 加上它那个手袖 你看到是很rovel的 垂直了 它那个手袖口 都是持续得很好的形态 这个也是我另外一个欣赏的位置 就是它也是没有薄位线的 整个线条很smooth 没有影响到它的呈现 没有影响到它的款式的一个造工 应该这么说 好 可以close up看看 你会见到薄位线非常流畅 因为如果这里有一个夹圈位 或者这里有一个cut的话 这个线条就不能够很完美的呈现出来 整幅的线条很利落的一个style 这个就是我刚才提过的一个rovel手袖 它是比较宽厚的一个手袖口 布料就没有弹性 后幅是这样的 我现在穿的这个色是有点透的 这个后幅就有点弹性 前幅就没有弹性 这个色就有点透 我现在这个是雪白色、大色 配衬了米色的刺繡线 所以在那个颜色或者pattern对比上 都是明显能够看得到的 你会见到这里是水花的图案 再配上了一些几何的线条 我比较欣赏过手袖 它展示那个style 它那个形态也展示得很漂亮 我现在就衬了一个黑色的lace裙 做一个lady的一个style 其实这次有这个袋 我都觉得是很配合这个 lady了几多 这个我就慢慢介绍 我给了一个名字 它叫空姐袋 是真的很有气质的一个款式 这样配合这个穿搭就立即优美了很多的 有一个氛围 如果你喜欢下日这样的 这个也可以搭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颜色是很清新的 也可以搭这个黑色lace裙 如果你想度假风 氛围重一点的 可以带一些草帽 橫色的米色草织帽 那配合凉鞋 带一些花大圈的耳環 那就很有那个的味道 可以呈现出来 那当然我现在这个都可以 但是你就要在accessory当中入手 就不可以搭这个lady的袋 那就要搭一个toe bag 或者一个藤袋 搭一个草帽 整个就靠accessory 去打造理想素做出来的分量 我现在这个就比较优美lady的 转了些accessory 都可以将整个分量 转到另外一个style 好 那我说回衣服 好 这个都是偏长身的 我盘均在这里 那旁边有个小开叉 对了 那你见到其实我都摄了很多 那这个布里也很软身 那我做回一个lady的style